双世宠妃2正在热播 第二部的官方CP肯定还是坦诚夫妇 但因为多了一个墨连城 整部剧的虐心戏份比上一部多了不少 再加上一直走深情路线的大王叶沐一怀 也在这一部彻底黑化 导致坦诚夫妇感情之路坎坷到让人心疼 在剧中小谭从现代回到了冬月 却因为没有第一部的记忆 在被贬金巴王府做奴婢后 还是不改鬼灵精怪的性格 让过去的墨连城没几天就喜欢上了他 而现代的墨连城陪着小谭回到冬月 却因没法跟过去的自己直接碰面 只能易容成了谋士刘伤进了包王府 一边暗中保护小谭 一边帮助过去的自己谋得太子之位 后来小谭不慎落水 也因此得知了刘伤的真实身份 两个墨连城的连番追求让他苦恼不已 编剧还嫌这火不够乱 又让墨连怀成功上位 当上太子的他 对于旧情人娶小谭势在必得 但小谭灵魂已经掉包 早就不爱他了 墨连怀抢取了小谭做王妃 小谭却死也不愿申从 暴怒之下墨连怀就黑化了 墨连怀为了得到小谭的心 设计让手下围攻了八王府 墨连城因此心口中了一剑 水血太多瀕临死亡 刘伤见状心急得不得了 如果过去的自己死了 那恐怕他自己也活不下来 于是马上就让刘仙水 将自身所有能量 都输送给了过去的墨连城 两个墨连城熬过了 灵魂融合的痛苦之后 终于变成一个墨连城又活了过来 小谭得知两个墨连城为了他 受了那么多苦难过到窒息 和活下来的墨连城已应外合 终于将墨连怀给扳倒 重新回到墨连城怀抱的小谭 哭得停不下来 两个人一见面 就深情地拥吻了很久 网友们看到这儿 也跟着他俩狂掉眼泪 本来以为这部剧 跟上一部一样甜 结果没想到 两人之间多了那么多阻碍 一整部剧 虽然因为多了个墨连城 狗粮分量大了不少 却还是吃了不少玻璃渣 小伙伴们都直呼 太虐受不了 不过相比第一部 更加伤脑的剧情 还是让大家看得更加有趣了 看完后 你对第二部的糖分满足吗 都是你的名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